而接下来这则新闻是极为少见的医学案例 在台北市有一个国小二年级的男生 突然发生促睡的症状 动不动就睡着 连上学途中也睡倒在地 家长高度怀疑跟他注射了流感疫苗有关 不过疾管局今天表示 国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国外虽然有少数的案例 但是他们使用的疫苗也跟台湾不同 而专家也认为 疫苗跟促睡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能很难理清 一想起原本活泼好动的儿子 竟然变成有促睡症的身上 而李妈妈难过的流下眼泪 就在去年十月 李妈妈带着八岁的儿子 去打流感疫苗 没想到打完后身体开始不舒服 而且还出现了促睡的症状 后来医师诊断后 确定是罹患了促睡症 家长怀疑可能跟施打流感疫苗有关 我一辈子会为了我签的那一份 疫苗通知 那个同意说我会一辈子鬼恨 所谓的促睡症 是一种白天过度试睡为主要表现的 慢性神经系统疾病 主要发生在十到十九岁的青少年 患者会在日间感到昏昏欲睡 并常常不由自主的睡着 到目前都还无法知道正确的病因 到底是不是施打疫苗所引发的促睡症 疾管局表示根据目前国际的通报 只有接种国外特定药厂的H1N1新型流感疫苗 有促睡症的报告 但台湾根本没有进口这支疫苗 整起事件希望交由专家来理清 2009年之后 那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一位 接种疫苗之后 不管是哪一种疫苗之后 有这种促睡症的这些的症状的一些报告 而诺华药厂也发出声明表示 这一批药剂上市前 已经通过卫生署核准的访单 以及国外的临床试验 并没有出现促睡的副作用 记者综合报道